5月11日报道,近日中方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该法案通过后,将为反对外国对中方随意制裁的行为提供反击的法律依据,更好地维护中方的尊严和权利。 美英法奥泽一片哀嚎,认为该法律通过后,将增加他们制裁中方的代价,一些媒体认为这可能加剧中方与欧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本媒体称,中方是全球唯一敢这么做的国家,近些年西方国家不断地制造虚假的新闻,之后用虚假新闻对中方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 比如今年的棉花事件,美方联合西方国家发动舆论等多方面的力量,抹黑中方并对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损害了中方企业的利益,也影响了中方的尊严和权利。 并外美方找各种借口,对中方华为、海康威视等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企图打压中方高科技发展,中方对美方的制裁也进行了反制。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近日中方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就是为反制外国制裁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权益,反对西方的霸权行为。 西方国家想要继续对中方发起制裁,就要想清楚有此可能引发的后果。 反制裁法通过后,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同时各方对此也有不同的解读。 英美媒体忽略了西方国家基于虚假消息对中方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的事实,反而不断夸大和歪曲反外国制裁法的作用。 华尔街日报称,反制裁法中有可以查封外国资产的条款,将会危害外资企业在中方的利益,并让这些跨国企业陷入困境。 他们表示,这可能让外资投资受到影响。 日本媒体认为,去年美方对中方45人实施了制裁,今年59家中企列入黑名单,中方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增强对外国制裁的反制力度。 日本媒体认为,中方这样的做法可能加剧中美紧张关系,并引发双方进一步对抗。 日媒也承认,目前全球只有中方敢这样做。 俄罗斯媒体认为,西方国家不希望中方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但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必须正视这一法律。 之前,中方对西方国家的反制虽然也有反制,但是力度并不大,但现在中方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方可以利用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让包括美方在内的国家,会因为随意制裁付出代价。 中方通过反制裁法,经用法律武器对外国进行有利的反击。 尽管西方国家不希望这一法律,但是他们必须知道,随意制裁中方的日子已经不会再有了。 俄媒称,这可能也是中方通过该法律的目的。 一方面震慑一些国家,让他们行动前多反思,另外也可以对一些追随美方的小国进行打击,让他们不敢跟风。 西方国家习惯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很多国家进行制裁,长期以来不少国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 现在中方通过反外国制裁法,让这些国家知道,霸权的手段在中方这里不好使。 同时中方也给很多国家树立了绑架,后续可能会有国家跟进。